大家好,我是游某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鋼彈模型 HGAMS-123XX 夢鋼彈 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應該都跟我一樣 對這個角色不是那麼熟悉 因為它是出自一個全新的漫畫 夢鋼彈 月亮鋼彈 旁邊這邊有數據 我們看一下頭頂高是21.7公尺 這個MM顯然是寫錯了 跟NU鋼彈22公尺比起來 其實高度差不多 可是你會發現線條的感覺差蠻多的 另外其他的數據 什麼重量、輸出等等 都是阿弄阿弄阿弄 為什麼?因為它就是一個謎一樣的存在 事實上我自己也沒看過這個漫畫 所以我只能從這個說明書上面的文字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簡單講就是說 在格里普斯戰役之後 夏亞對地球聯邦要發出一些武裝的行動 結果龍德貝爾 就是阿姆羅他們所屬的這個部隊 在搜查過程中遇到了迪坦斯的殘檔 於是跟迪坦斯殘檔的鋼彈類型的精神感應兵器 發生了交戰 當然阿姆羅就把他打敗了 擊墜之後 他的頭部跟精神感應兵器 流落到了月亮咒域的殖民地上 那最後呢 沒想到居然就成為了這個薩薩比 也就是後面這個夏亞專用機的原型機 所以其實這兩台 它的框架是一樣的 那故事大概是這樣 那即使是不了解故事背景 也無所謂 你可以把它想像它是 NEW鋼彈 這個NEW鋼彈跟薩薩比 彼此之間融合之後的一個產物 所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NEW鋼彈的設計的線條 但是同時呢 它是鋼彈 那再加上他的武裝 其實感覺又有點像 NEW鋼彈背上那個 奇狀的精神感應兵器的感覺 所以有些地方是可以互相參照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他的武裝 那當然他就有 第一個就是有這個光束斧頭 這個部分是跟薩薩比比較像 那另外他的光束步槍 也是一樣是薩薩比的概念 那不過呢 他背上這個武器呢 他就是一個蠻新的設計 那我相信 因為MUN這個名字呢 可能也跟這個造型的設計發想 有一點關係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就像有點 這個彎月的感覺 那事實上他是有一片一片的 這個精神感應版所組成 每一片都是可以這個打開 而且他的連結蠻奇妙 他是一個這個類似柱狀的連結點 那事實上他的連結的緊密度 不是那麼好 所以如果你搖一搖 他很容易掉下來 但是呢 這個圓柱狀還有好處 就是可以稍微微微的彎曲一個角度 那每一片呢 他可以拔下來之後 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組合 譬如說呢 他可以兩個對折 他也可以這樣子折起來 那之間呢 都有一個卡榫 所以呢 可以對折彼此卡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類似像這樣的 裝在他的背上 那又這個就更像是這個 NU鋼鋼彈背上的精神感應版的設計 另外呢 他每一片呢 事實上也都可以 在獨立開來 去做一些組合跟變化 譬如說 我把這個 這片拆下來好了 那你可以把中間這個部分 把它收進去 那另外呢 它其實上面 它有很多的一些卡榫 譬如說像這裡 就一個接點 你可以把它接點 譬如說像這樣組合 它就是一個完全造型不一樣的 一個概念的兵器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收折起來 然後呢 這樣 卡上去 譬如說從這裡卡上去 那這個造型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 就是類似像這樣 而且它每一片呢 事實上都可以在另外獨立發射出去 所以可以 這個像 這個NU鋼彈的武器一樣 一片一片的這樣子 形成這個 炮狀的攻擊 而且呢也可以類似像盾牌一樣 那另外呢 它的這個袖子裡面呢 其實袖裡長刀 在這個手背的後面呢 事實上它還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迴旋標 迴旋的這個刀刃 那它事實上 它是可以 利用這個精神感應技術 它也可以遠端遙控 所以你可以 發射出去之後呢 再 讓它呢 控制方向飛來飛去 而且它這兩邊 是可以這樣折的 那另外 它也可以收起來 放在這個袖子後面 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再收回去 像這樣子 把它藏在裡面 那有些角度 也都可以再做微調 好 這是也是另外一個 感覺蠻特別的一個武器 然後 那同時呢 這個背上呢 手背後面 它其實多附了一個零件 就是你可以裝在這裡 你可以把剛才那個精神感應板的部分 也可以透過這個連接點把它裝在後面 這是另外一個小型的武器的配件 好 那它手型的部分呢 除了握槍手握劍手之外呢 當然還有這個左右的開掌手 手型不是特別多啦 但是還算是夠用就對了 好 那最後呢 它的背上呢 剛才 這個背上的這個連接點 看一下 背上的連接點 它這個部分 它是做了 可以伸 有一些 可以拉伸式的關節 所以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像這樣子 左右各一個 好 那中間可以把這個斧都收納在中間 好 那另外呢 其實它 我自己覺得 比較有趣的玩法是說 你可以把這兩個都拔下來之後呢 去裝上什麼 去裝上 這個Sazabi的背上這個感應炮 你可以把這個 蛋夾整個拔下來 也可以裝在後面 我覺得這個也會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玩法 像這樣子 如果兩個都裝上去 應該還蠻酷的 這個是推薦給大家的另外一個玩法 因為Sazabi 背上這個武器也是很好玩 之前我在另外一個影片 已經介紹過NUGANG 這個Sazabi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找來看 好 那最後呢 講一下可動的部分 可動事實上就還蠻簡單的 這個頭部的部分 轉來轉去 腰這個肩膀 這個都是HG的基本的概念 可以往上抬 然後轉 軸關節 軸關節 幾乎 轉到這個程度 然後手 腳的拳頭 然後腰部 這個都可以旋轉 四片 中間這個可以另外把它切開 就可以左右獨立了 兩邊的這個側板 然後呢 這個腳的前後左右旋轉 這個都是基本的 然後另外它的腳呢 大概只能到這個程度 這裡的可動是比較受限的 另外這個部分呢 它也有一個獨立的可動的關節 好 另外腳的部分 貼地等等 都還算是OK啦 就是HG嘛 中規中矩 你要期待它像RG一樣呢 其實也沒有那麼厲害 結果這個不小心天線飛出去了 好 那另外它這邊還做一個連動的 這個關節 可以讓它這個腳的部分 可以多再拉伸一點點 好 這算是在這個膝蓋的連動的關節設計 是比較有趣的 好 大概就到這邊 這是MUN GONDAN MUN GONDAN 那它的造型設計就是 我一開始講 就是介於NU GONDAN跟SASA BEE之間 那因為它的設計師 是那個刑部一瓶老師 它最近很紅啊 你可以在很多作品上面 都看到它的新設定 那它的特色就是 身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小型的刻線也好 結構也好 就比那個早期NU GONDAN 這種很樸素的風格 比起來就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作品 好 那但是呢 我個人其實我 一向是比較喜歡 簡潔一點的風格 但是有這種 但是反而我覺得它的設計 其實我並不討厭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像它背後就很像是SASA BEE的 這個屁股 這些設計 我覺得是也算是還蠻有趣 蠻好看的一個機體 好 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剛剛推出沒有多久的HG MOON鋼彈 是一個全新的故事 也期待它之後 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事實上這個角色 它後來還有另外一個塗裝 等於是更接近於SASA BEE的一個試作版 我相信很快也會另外再出新的模型 就讓我們繼續期待下去吧